对于土豆本人是爱的不要不要的 无论怎么吃都喜欢 今天这个土豆饼做法超级简单 口味挺适合我家那懒丫头的 软软的 有点土豆的甜 土豆的香 材料里加入了山药 对于小宝宝来说 山药更是见味消食的好食材 土豆 山药蒸熟去皮带用 土豆山药加一点点盐 用勺子碾成山药土豆泥 加入淀粉 搅拌均匀 然后把加入淀粉的土豆山药泥搓成大小差不多的圆团 圆团 电饼当刷一点油加热 把小圆团放到电饼当里 用勺子一个一个压扁 一定要小心别烫到 我就悲剧了 下面煎到焦黄的时候翻面 最后签熟就可以了 注意别火太大糊了 其实煎着这种小饼就怕火大 只要掌握好火后煎出来颜色会很漂亮 煎好后撒上你喜欢的调料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